2018年,王俊凯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命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亲善大使。 生活中,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环保理念。 我们看到他打包飞机餐,工作时会随身携带的一支印有联合国logo的保温杯。 问他,他反而有点不好意思。 其实,打包飞机餐只是因为我当天没吃饭,想在车上垫一点,不想浪费。 王俊凯不愿意标榜什么,做好自己分内事,如果能同时影响到一些人,当然也是好的。